哇 哇 站在观众的角度是非常带入 这里面除了死者之外 这个刘宁啊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比较重要 是 她的所有的口供说出来就是冷冰冰的 也不知道你妈得了绝症 对 小雨的妈妈有说到 她跟她妈关系不好 又不见得她妈跟我儿子亲 她担心她妈要把遗产留给我儿子 就是这个是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倒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能够肯定的一点 肯定是刘宁跟奶奶的关系是不好的 然后她们是怎么死的很重要 是自杀吗还是她杀 还有另外一个奶奶和小雨 她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在刚刚你们的对话当中 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个很大的错位 就是在刘宁眼中的小雨 和在小雨妈妈眼中的小雨 感觉完全是像两个孩子 特别是小雨的妈妈 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同时也感觉她这份爱 会不会某些程度上感觉到那一份 有压迫感 对 压力挺大的 就是典型的控制欲极强的父母 就感觉跟儿子是那种 同生共死的那种感觉了 已经 我觉得呢 她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 但是 是 作为一名职业的警察 恰恰不能被当事人感性带动着 我们要继续的层层的抽丝剥茧 找出真心 听君一席话 圣词一席话 说了跟说了一样 但是不是嘛 警察在真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 你不能失去理性的被她牵着走 卓姐 老实说 是不是这身衣服给你压力很大 警察在真实上 警察在真实上 那比如说对于我们法医师机生而言的话 一上来这样的一个双十案 你觉得对于她们的考核难度会很高吗 因为她们现在仅仅是只是进入到现场勘察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现场到底能不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 我还是挺期待她们的一些表现的 那各位 因为你们对于接下来我们这两个分组的表现 你们会更看好哪一组 你们会更看好哪一组 那我挺沉沉 对 我觉得她们挺信心的 但是这边我觉得虎子就是 她有刑针的这个优势 肯定对现场有帮助 但是波波呢 就又潜能非常大 一只也非常稳的 所以我觉得这现在真的不好说 人家师姐这么多年来 就是从事这个殡葬行业的 很厉害 这天呐 这经验啊 师姐 琪琪你在那边打了个喷嚏 谁在收获 师姐的意思就是 什么玩意儿 我吃的烟米里吃的米都多 来吧 少说怎么说也多吃一年的 对啊 你说这没有虎子不饿不饿 长生然后又紧紧赢定了 哈哈 每个组单独进去 20分钟的现场勘察 这是一个现场 小玉那个是床 小玉那个是床 又计时了啊 好的 没有没东西 学技低落性 这个小型的雪坡 就证明他在这里挺流行 应该是最长的 被拖动过吧 要不我们的表情全部堆在这吧 我们还是走前面 尽可能虎子 这个现场就扣你了 好 学技 我去坐里面拿个石表的吧 可以 这个就你们两个人来吧 嗯 行 还是我以勘探现场为主 然后是一个双十案之前也没有去做过这种现场 然后进行上的顺序是在先在客厅然后卧室 进步 进步 是锐气创吗 自明性的划痕 创脚是一个尖锐的 这个是不是凶器 灰洒金血迹 这是 第二发现场吗 第二发现场 这就是这里了 划痕 嗯 这就是成就性的了 成就性的 它会有自产倾向 对 可以考虑 精神疾病 医医政治态 打个问号 嗯 是的 嗯 嗯 老马来的鞋特别干净 被子也特别准洁 对 请你剪一下这个 是不是她的初学点 我感觉她像是 有点自信真相 有点自信真相 有口识又口识 什么抵抗 双心也有 脖子上的恶痕 穿鬼状 要先下来看一下吗 嗯 这个没有任何血迹 应该是 就是仿佛像被伪造过 整理得非常干净 四分钟了啊 好的 门框两边分别有一个血手印 肯定是小语的血 右手 左手 这一次性的一个手印 他抓门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流血了 姿势往里面走的 还要跑 可能又给拽回去了 上吊吗 姿势有血痕 还有脚印 不止一个人的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血印 也就是说 就是两个人 同时踩上过那个意思 问老奶奶这个自己勒的话 看看为什么她就躺在床上 对啊 老奶奶是她躺 但是小语 颈部这个创伤 我不认为是她自己能够做到的 她的运动轨迹很奇怪 这里有这种方向性 但她的方向应该是这样 盆线在这里 所以这边是远头 超重心应该是一边 但是 通风向需要在这边 我也觉得 第三个一再的可能 你在这里的时候 然后我这一刀是应该是 往这外面黄 对 所以她当时的体位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转的话 如果你在这边 嗯 那我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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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